好 大家知道我們那個機場的落地採檢 從1月中開始執行 到現在也已經2個多月 那近期的這個落地採檢陽性的個案數是有增加的 一個趨勢 我們3月16到22號統計 22號統計大概一個禮拜7天 總計大概320個 落地陽性確診的 跟在前一週比280個人增加大概14% 那為了更有效的來進行這個輕症的分流 來有效的調度分配我們的醫療資源 那也觀察到就是說 確實在目前這個Omicron 而且這個國際上的疫情比較處於這個中後期的情形 很多是舊案 所以他其實不太需要什麼醫療人員的照顧 所以我們決定從明天的凌晨0時起 會放寬我們分流條件的這個年齡限制 原來是 原來是20歲以上 這個未滿50歲 就是從20到49歲 我們會作為這個輕症分流 到我們的加強版急檢所 或是加強版防疫旅館 那至明天的凌晨0時起 我們就放寬這個分流條件 年齡的下限 下修為18歲 那另外上限的話 調高為59歲 那主要是在最近的觀察就是說 一個是18、19歲這個年齡層 看起來其實所佔的這個確診人數也不少 主要是最近有滿多的境外生 也多半很多是從我們的這個東南亞這邊的國家 來 那他們其實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 所以到我們急檢所去 也有這個醫護人員做 比較就是 每天的觀察 至少應該是OK 那另外商務課最近也比較多 跟春節的時候是很多 扶老稀幼 回家要探親或者過年的情形不太一樣 所以50多歲這個年齡層 目前來講 目前的評估來講 應該 會發生這個重症的風險也並不高 然後另外在這個急檢所也會有醫護人可以觀察 所以目前來把這一個落地裁檢分流的條件 放寬到18到59歲 那預估來講 先前的這個年齡層20到49歲的話 以我們上一週的這個分流情來看的話 大約是82.8% 是在這個年齡層會分流出去到 急檢所或加強版防疫旅館 那如果放寬到18到59歲的話 這個分流的比例可以再提升到93.8% 就可以再提升接近9成4 那這樣大部分的 輕症的個案都可以到我們急檢所或防疫旅館去 就不需要去占用到這個醫療院所的病床 所以請上報告